今天10月27号也是日本众议院大选的投开票日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东京的商店街前面 可以看到这个路上的人车可以说是越来越多了 有些人是出来运动 而有些人是准备前往投票所来投票 而根据日本选务机关的一个规定 今天的投票将会从早上的8点钟 一直进行到晚上的8点钟 希望能够拉高整个日本的投票率 而事实上这一次大选最大的焦点 就是目前执政的自民党到底有没有办法来维持过半的席次 在众议院当中继续来维持过半一党独大这样的态势 但是因为自民党是受到过去几年 这个政治现金丑闻的影响 在这次选前的民调其实表现一直都很不理想 所以日本自民党的总裁也是现任的首相石破茂 它在过去12天非常短的一个选战当中 它是跑了日本将近一半的行政区 也就是日本一共有47个独府道线 它在过去这12天 石破茂就跑了23个 而它的总移动距离是超过了18000多公里 而石破茂这么认真 包括昨天的选前之夜 我们也去它的最后一场的造势场合看了 而事实上根据日本选务机关规定 整个选前之夜的造势只能举行到晚间的8点 就必须要全部来结束 但是石破茂昨天的演讲是一直持续到了晚上的7点58分 也就是在选选举的整个选举的活动 结束前的两分钟 石破茂才终于放下麦克风 可以看得出来 它的确是非常的着急 希望能够拉抬整个党内候选人的一个声势 而石破茂的努力到底能不能呈现在整个选票上呢 或许在今天的深夜就会有一个初步的结果了 而TPBS的采访团队员 我们也会继续在东京这边 来为大家掌握日本整个大选的最新状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